我们在香港的人权跟言论自由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压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我是第一个被处销参选资格的参选人 他用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图战香港独立 是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 所以我是不可能真心真诚的去拥固基本法 不能真心真诚的去宣誓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所以就是用这个不真心不真诚来处销了我的参选资格 然后我到高等法院里面去提出选举成程 法院也判了我败诉 就是说选举主任是有权去做这一个政治的选择 去决定我的参选资格 所以我们的参选权言论自由 跟人权在这一方面是受到严重的打压